好了 鄉親啊 國際上的大事 來看這個五路蘇沖犯 黑客欄來到第九天 這個五路蘇同奉紮到黑客欄的食電槍 電槍是倒火燒起來 雖然這個火燒已經來控制 但是最新的消息 說這個食電槍已經給五路蘇來減而已 雖然說這個國際原住林中樹 跟美國的林原部 都在嚴密來感控到 是否有不正常的狀況 但是已經被歐洲各國都非常驚訝 最新的狀況 要請國際重心記者劉如瑩 講給我們知道 如瑩請說 是的 主播 我們可以透過夜視攝影監視器畫面 看到二軍在夜裡是以炮火來猛攻 烏克蘭札波羅熱核電廠的瞬間 那不過鎖進核電廠裡面的重要設備 並沒有毀損 主要受到影響的是一棟高五層樓 的員工訓練大樓 但是烏克蘭核能監管局 最新的消息傳出來 在消防人員控制住火勢之後 大約一個小時左右 核電廠就被二軍給攻佔 那現在俄羅斯方面正在努力 試圖讓核電廠正常 而且安全的運作 而美國能源部已經啟動了核事件 應對小組 現在正在密切監測最新的狀況 那當地現在沒有傳出有輻射升高的情況 根據烏克蘭的官方資訊 現在也沒有傳出人員傷亡的消息 而在攻擊發生之後呢 各國領袖陸續做出了最新的回應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他表示俄羅斯應該要立刻停止 在核電廠附近的所有軍事行動 英國首相強森是發言 表示俄羅斯的魯莽行動 是針對全歐洲的安全威脅 那加拿大總理也在官方推特發文 說他已經和烏克蘭總統通過電話 討論核電廠的狀況 並且也是來譴責了俄羅斯軍隊的行為 那現在根據英國國防部 所獲得的情資顯示 南部港口城市馬利波 雖然還是在烏克蘭軍的掌控下 但是當地的建築物 遭到俄軍的密集轟炸 俄軍也已經將馬利波給包圍 現在情況還是非常的危急 而針對烏俄目前的局勢呢 美國、日本、印度 還有澳洲四個國家的領導人 在三號舉行的視訊會談 那除了討論烏克蘭的現況之外呢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澳洲總理莫里森 還有日本首相岸前文雄 都在會後重申 現在發生在烏克蘭的情況 絕對是不能在印太地區重演 以上是目前掌握的最新狀況主播